柯文哲的政治獻金這個爛賬假賬 他現在全部都推給端木正 可能是會計師的權者很小 所以他現在找不到會計師幫他背書了 竟然民眾黨說要找臺北市會計師公衛 但臺北市會計師公衛的會計審計委員會執行長是端木正 這個好像有一點像漁文循環一樣 如果臺北市會計師公衛看完以後 那不管報告如何 蓋章出來的又是端木正 這不是很好笑很諷刺嗎 我就建議柯文哲 也許有一個人你可以求他去幫幫忙 這是國民黨的黨主席啦 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他也是學會計的 去找朱立倫幫忙 端木正 端木正為什麼又是找到端木正 有啊 你們會計師公衛執行長是端木正 你們怎麼又找端木正 這叫朱立倫的現金度怎麼樣 這個還不會吧 但是那個什麼神紀位的執行長 天啊 那要不要換 那要不要換 朱立倫 目前進度之後 朱立倫 會不會換人 朱立倫是他沒有 誰差貓說 你們到最後兩天都還在募款 我覺得小草邏輯真的是很厲害 那既然可以說出什麼呢 我講不好聽一點 就算民眾黨真的把捐款權吞了 又怎麼樣 除了對不起選民 有法律責任 又怎麼樣 一個政治人物就是只有兩件事 一對得起選民 二不要犯法 就這兩件事 然後你兩個都犯 還說不會怎樣 這太誇張 可是我們其實朗東來到電視牆前 柯文哲現在處於這種人設崩壞期 人設只要崩壞 對於每一個政治人物來說 都是毀天滅地的事情 那柯文哲該怎麼辦 人設崩壞怎麼辦 重建 我們再把柯文哲接一個人設就好 今天我們抽絲剝繭 把柯文哲所有發生的事情重新懷悅 今天看完我們這一段 你會有一個崭新的阿伯 來朗東 是是是 太精彩了 這個新人設先從我們小平書開始 小平書爆料昨天 8月23號的爆料 柯文哲酒量很好 紅酒威士忌 啤酒什麼都喝 小平書竟然說是 進什麼他就喝什麼 等一下 等一下小平書補充 小平書齊隆 他柯文哲的酒量生不可測 陳永德酒量算是好的 也喝得快醉 可以從6點喝到10點 你就是要去抓狀耶 而且這不是小平書講 他一個人講 他有點懷疑 公信力不高 對對再加一個 傅崑琦 傅總操 他今天年初的時候 你是吃了黃山家的口水嗎你 哈哈哈哈 柯文哲 他帶著這個老婆 陳貝奇還有一堆手掌去花蓮 對 都有見證這件事情 然後有人請他喝酒 第一杯就是用大的龍鳳杯 龍鳳杯 公杯 怎麼這樣子的咧 龍鳳杯裡面裝純的威士忌 插阿 然後我敬他 他就乾了 等一下 直接乾了 我就不要跟你講隨意的 結果沒想到客人的喉搭 沒錯 我跟誰想說 你那個公杯拿去自己倒一杯小杯的 結果沒有 他直接 他喉搭啊 結果把他乾完了 然後結果還唱歌跳舞 冰煮淨歡 等一下 敬完酒後 當天他沒有喝醉 還跳舞 還唱歌 還冰煮淨歡 有聊天有過 神之清醒 對 清醒了 阿伯酒量很好耶 不如在腦袋中慢慢浮現一個 穿著藍色襯衫 然後袖子會捲起來 頭上沒有什麼頭髮 然後會爬樹著男人的身影的 沒錯 救豪在世 而且已經被他講到 而且這個也是二月的喔 今天一月 喝到臉紅 藍白餐序 因為他們立法院餐序 藍白黨團有餐序 我記得這件事 沒錯沒錯 然後柯文哲也是有人 剛剛喝酒喝到臉犯 微泛紅 就表示他還有保留實力 那個時候黃國昌 大家後面都這樣子了 黃國昌不行啦 柯文哲沒事 柯文哲像沒事人一樣 站在富貴旗旁邊 他還說為了讓大家早點下班 不然我還想繼續喝 還會追酒 我只有三成醉 只是因為怕他這樣累 還會追酒 你們先回去 這個 阿伯的新人色一 酒量很好 好爽 好不要再講亞斯伯哥了 來第二個 新人色二 政商關係很好 因為說跟陳貝璟是誰去看豪宅 他自己去嗎 沒有 民眾黨內部知情人士說是 廖萬榮 阿伯不是都是一塊一塊銅板架嗎 其實我沒想到這個廖萬榮 到底是誰 在2010年的時候 烏鋼大王 他是烏鋼大王 他跟那時候是國家副主席 還沒變主席的 習近平一起出席一個 中國的一個會議 還忙裡偷閒的約了那個時候 台灣春寶的集團董長廖萬榮 習近平去廈門開會約廖萬榮出來 沒錯而且一見面 習近平就給廖萬榮一個熱心的擁抱 兩個人熟識於種 相似於維持 等一下 廖萬榮就要柯文的君主抱過習近平 沒錯 而且是在習近平還沒當主席之前 不主席很大 廖萬榮說過年時 習近平會給他記憶卡 還有卡片 習近平的小卡卡 記憶的卡片 而且這件事最可怕是什麼 這是2019年的新聞 沒錯沒錯 2019年什麼新聞 央視的新聞 央視直接認證這件事情 就是告訴你說 不是什麼農場文 沒錯就表示說廖萬榮的交情 從2001年到2019 都沒有改變 所以才剛寫 要不然這件事馬上就被剩下來了 對 所以說廖萬榮 就跟著陳貝琪去看 然後他這個廖萬榮 當過國民黨的中常委 裡面他這個豪宅 還有個VIP室 柯文哲過去就常常去這一棟 圓立群英的VIP室 廖萬榮住酒樓 廖萬榮去住酒樓 這棟的酒樓 對啊 然後他們去VIP室 去會 然後人在那邊喝酒 公杯 卡卡卡的 柯文哲的政上關係很好 難怪陳貝琪要去看13樓 要去看15樓 是 講說接下來坐個電梯 又可以去VIP室 萬榮推薦他買 可以坐鄰居 坐鄰居 所以我跟你講 柯文哲你看這邊有用照片 他就拿著這個酒杯 其實因為他平時都穿著這個襯衫 又高腰褲 他其實這個形象 不是我以為阿伯低久不沾 所以他就覺得創作打扮就要改變 我以為阿伯不搞政商關係的 所以他的形象已經被重塑了 他拿著這個酒杯 另外一隻手要拿什麼 拿雪茄 雪茄 洗一口就 這就是白色的力量 還堵住圈圈的耶 這就是白色的力量 然後第二個 跟小平書借襯衫 花的 沒有第二個 然後去郝伯村借褲子高腰褲 穿到橫隔膜 第二個再去打高爾夫球 為什麼 因為每一步都踩在小草上面 踩在小草的姿勢上面 這樣子形象就符合了 所以你了解 新的形象就再回頭看 他出手擴錯大方 正常的正常 跟川普一樣嘛 對不對 有錢人花錢就是不一樣 訪美租車89萬 這個小事情啊 一千萬拍影片 一千萬拍影片 你拿去 進走裝潢一千八百萬 兩百萬租這個小胖卡 都小意思 只要他人生一重塑了之後 這一切都 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 可以可以 一切都說得通了 對我覺得羅勤黨都回到位子上 這樣講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 一個真人物出手大方 對不對 然後長袖扇子 對不對 酒量很好 也是可以選上高雄市長的啊 對不對 也是有可能選總統 然後說一定不能上 可是萬會小平叔 這是你抱得了 對 阿北十下期很會喝欸 他喝酒是誰喝的 而且膽識 膽識很大 我跟你講 有兩場我講給你聽 第一場叫做王世堅 王世堅是最先 就本來跟民進黨很好 後來第一任期的後兩年就開始吵架了嘛 對 然後誰先發難 是新潮流發動對付他 對 楊文傑 許珠華跟姊珠培 王世堅在弄他 王世堅是第一顆黑 然後王世堅兩個好朋友 就跟柯文哲非常好 一個叫林世忠 一個叫江世民 他說那個林世忠 柯屁啊 去去去啦 王世堅每天弄我 你們那個三個質詢小組 你知道就三個人是一組 柯文哲派林世忠去搞定王世堅 跟那個江世民兩個 拜託啦 約喝酒吃飯 不要每天搞我 我受不了 好 就吃飯 你知道王世堅 王世堅是他繼續搞他 叫小後 叫小後 而且王世堅是給 不是給柯文哲面子 是給林世忠跟江世民面子 對 同一組很親密嘛 一去 王世堅是不喝威士忌的 他也有酒量 他都喝兩杯啤酒 平常就這樣而已 那天我世堅 就先乾了 先乾 我乾的時候 我沒有欠你啦 我給我兩個統治面子啦 他喝的拼酒啊 柯文哲哥 王世堅拼酒 柯文哲喝多少 王世堅喝多少 意思說我不要欠你 誰也不讓誰 對 喝的兩個都醉了 這第一場 第二場叫陳永德好不好 差不多兩年前 那是陳永德決定不選的 那陳永德一開始 然後找那個沒有幫他講完約 一開始在哪裡 在友梅 在莊敬露 你知道那個有喝 我跟你講這什麼楊玉堂幾個 超新一區的四十二合理 這樣根本沒有都會喝酒 我每一次喝酒 跟楊玉堂 跟這些 我跟他們很熟 喝酒 我都吐 先在店裡面吐 馬桶 吐完以後到莊敬露旁邊的 那個張樹的樹幹那邊靠著睡覺 每次都被他搞 王世我是講這個話幹嘛呢 那取人實力是很強的 表示阿伯真的會喝酒 我跟他們一杯一杯喝 我酒量不差 我有酒膽 我就醉 你說阿伯跟他們從六點拼到十點 我跟你講四十二個里長 來了四十個 厲害 然後喝六點到十點 就做什麼都回應你 因為他在拔裝 阿伯根本沒有亞斯柏哥 沒有 難怪他看韓國瑜這麼好 然後我跟你講 陳永德是這樣 跟蔣灣 蔣灣有沒有 都會分話 他對誰動手 一開始上台的時候 就對誰 對謝系都很好 我跟你講有求必應 我舉例說 那個有一位謝系的 這個萬華的議員 然後去申請一個經費 兩億多 叫做西門町的旅遊中心 一元升級到一兩千都蠻硬的 他兩條走線 藍的就對國民黨本土 對 然後呢 綠的就是謝系 他有基本的人馬 因為他孤單 他那時候連民眾黨都沒有對不對 好 那這一場 陳永德這場 喝了 蔣灣好緊張 黃綠也好緊張 怎麼辦 那後來 然後就被抓到 不行 講話說你再給我 同樣的人再辦一場 對 同樣地點 同樣有 沒 又又又又又又辦一場 反正就盡量喝 第二場更厲害 真的是情報頭子 陳崇文聽過沒有 有啊 現在壓在裡面瘦很多 對 陳崇文是北投 北投王 對 士林北投 票超強 士林很弱 北投很強 然後那個是六年前 丁守中代表國民黨 對 市長 陳崇文是代表國民黨選 士林北投的議員嘛 對 所以他們都是四北出身的 四北出身 對 好 結果呢 黃綠很緊張 他給丁守中 趕快去滑港城 知道滑港城嗎 一百桌 老人會 陳崇文老人會有一千多個人 一百多桌 一去 黃綠一看中風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上面支持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混進去了 那他緊張 那渾然不知丁守中 那趕快趕快在現場 黃綠打電話 那個丁委員趕快到現場 對 我們的提名人陳崇文 現在那個一千個人一百桌 支持的是柯文哲 都能跑去 要走上臺 被阻止 你只在臺下講話 好慘喔 他最好的朋友就是陳崇文 對 所以才扯出 所以才有臺之光 才有臺之光案 就是他就真的就是這個寵出來的 後來就 打費 要什麼給什麼 我跟你講 然後我講藍思聰的 不要給你聽 藍思聰 藍思聰最討厭黃珊珊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 會讓黃珊珊上位選市長 現任副市長 藍思聰是民政局長 對 民政局長 我跟你講民政局長 區長 議員通通變職務人 你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他怎麼樣開綠燈 你議員是不是要陳情 對 要做建設 要爭取經費 全部跳過去 區長算什麼 區長藍思聰樓跳過去 藍思聰跟黃珊講 你不能這樣子 我民政局長 我要辭職 我不幹了 你這樣搞的話 為什麼尊嚴 整個民政系統崩壞 議員在幹什麼 你為什麼跳過我 完全沒有把議員放在眼裡 他的心目中只有里長 那特別是會長 我們有12個區 里長聯誼會 隨時不用敲明 不用預約可以去找柯文 這個黃珊這把屌不屌 他根本沒有亞斯伯格 沒有 情報頭子 他分化 搞這個什麼講完 搞丁守中 然後里長通通 通通單線領導 要什麼給什麼 我們議員區長 以及民政局長 通通作廢 議員就囂張起來 看到議員不打招會 屌不屌 我說一些特定的 跟他友好的 這位幾位這些被他寵壞的國民黨里長 到了投票前幾天 講完還說 小明哥 這個里長可不可以把我抓回來支持我 很難 很難 我就拜託他們 至少捧個人場 最後肇事到現場 所以整個民政系統崩壞 完全沒有紀律 沒有法條 到現在 我跟你講里長已經養成習慣了 柯文就這樣對我 你講完又回到議員制 很重視議員 里長他就正常對待他 現在這個已經回不來了 非常囂張 有些里長